随着国际金价持续上涨 台湾售卖黄金制品的银楼 则是出现了顾客前来变卖黄金制品的现象 国际金价上涨 不少民众带着已经升值的黄金制品到银楼出售 一天的话来出售黄金的 大概最少有个2到3组是一定有的 那甚至于我们也有一天接到大概差不多7、8组的 台湾银楼一般以前作为黄金交易的 重量单位 目前岛内黄金价格大概每前8000多新台币 随着农历年前黄金旺季到来 价格有可能达到每前9000新台币 去年度来讲台湾的黄金金价还在6000多 到了今年曾经到8150左右 预估明年度的黄金金价的话 以台湾的话应该是有可能上看到9000 不过也有专家分析 目前金价已经达到了相对高点 上涨空间有限 提醒投资者不要盲目迈进 在此时看起来这个美元指数会再往下走down trend 那么觉得黄金会走up trend去增持黄金 但是如果抢到最后的这个就是说做了最后的稻草 那不就连韭菜被人家收割吗 两人家收割吗 我们应该是从基金刚刚才第4位 然后我们应该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的这种压制